这盘棋将解是初诗未解2023年的四番棋约战 这是金松对战王天忆 咱们看一下 开局是先知路对足底炮 那么黑方是要逐三金 对方一般都是飞向或者是驾中炮 一攻带手 这儿他走的是中炮局 王天忆呢这里选择飞向 有右向有左向啊 那么左向的话就是单一套路 比较稳 右向的话其实变化多一点 比方说将来鞠可以过来 或者拐脚马 那么对方他是选择了补试 这个也是稳扎稳打的思路 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正常上马 但是黑方会进足啊比较激烈 上边马的话显得失弱 所以他先补个式啊 加强中路防守 也是避开了祖三金 黑方这儿就不敢冲了 因为红方会过个兵 你打向的话容易啊 这里中埋伏 所以黑方决定啊 先上马把自己的中足守住 红方一般就像马 冲兵的话这个棋也可以 就是有点用强啊 那么黑方就把他马压住了 到这儿避免对方呀 两头身之后双马活跃 红方呢 这期走的是马八进七啊 如果正常走的话 应该是先炮八平六 再上马 较为合理一点 直接上的话 王天一就祖三金冲他一下 你要敢冲先吃喝子再说 所以红方也只好先上 这样的话 让黑方过一个组 把中足踩掉 黑方先出大子 掩护自己的炮 红方出局 找机会去换 黑方呢 先行不适 这儿随时可以上马去登他 对方出来是对 那就简单接受了 对方吃掉以后啊 这边得先踩掉 因为你先登的话 把你炮踩了 踩掉以后 走一个过门啊 再去登他 对方的话就选择吃一个足 那黑方出局 红方的话就选择了飞翔 他是要吃这个足 那黑方就过合局 让他吃 红方不吃也说不过去啊 就吃了 然后呢 黑方先在上马 对红方来讲的话 正常就是把这个足先打着再说 如果你踩我 我就炮就平气 你吃我就弹子炮 这样的话可以应对 只不过黑方出局快啊 局面反显了已经 实战对方出局啊 一心想图谋大使 但是呢 出事未解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个局出了之后 人家把中兵给吃了 那么到这儿以后呀 对方啊 决定把这个象呀 支起来 为什么不落呢 落的话担心啊 这个马上也太快了 到这儿的话 他支了个象之后呀 结果黑方仍然是上马 首先不让你炮 打过来 这样的话 你拘炮就没有联系 然后的话 红方走的是拱边兵 到这儿啊 小兵散步 他这个棋啊 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的来临啊 王天一 炮八品七 准备呢 盯着底下门弓啊 他主要是要打对方的象 这个棋的话就 比较痛苦 那正常就是要长去去看这个象 但是的话 人家一平均吃着霜 这边也有问题 所以到这儿的话 可以说呀 已经四面出个啊 就腐背受敌了 所以他啊 在这个四象和这个马炮 之间选择保留大死 这个也是啊 避重就轻 但是的话 那人家就把象给打了 将来这个棋聚在杀象 还吃着炮 底线叫着门 还是个绝杀 所以他就先走一个平炮 想骗对方 哎 你吃我的象 我把你炮踩掉 这儿的话 黑方先退一步 不着急啊 他仍然是啊 吃着你的象 不但狙吃 而且炮打 那这个棋 关键你还不能吃炮 底线是闷弓 这个棋就很憋屈了 看也看不住啊 那么他选择 交法就落回去了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 炮三平五 这个棋厉害 你跟炮也没用 他抽你狙 因为 他炮是有跟的 那么 轻松一看 这不行 把狙长起来 这个狙 好不容易出来了 黑方这个马上去了 接下来对方就出来 不给他利用了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炮平四 这招棋啊 可以说是 一手遮天啊 直接把对方盖住了 那下部棋 意思将军要抽狙 现在 红方啊 他也是没办法 到这儿的话 他是担心 你在窝抄马杀他啊 这狙一将 跳马杀 所以他只能先啊 把马挡住 解杀 然后呢 这一将啊 看似抽狙 实则呢 这个棋啊 红方倒有根 不怕 但是这一将 你怎么走呢 这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飞向的话 或者是电钟炮啊 那这边这个杀招 飞向的话 把狙一队 这个挂交马 马后炮杀 所以他只能选择一个知识 也是非常无奈 那为什么不落实呢 落实的话 那这个棋啊 担心重炮杀了 所以他必须知识啊 挡住炮 避免杀棋 但是到这之后呀 工方非常简单啊 把狙给吃了 这招棋可以说 釜底仇心啊 杀了对方是丢亏气家 对方肯定是不甘心啊 从气势上来讲 不能怂 踩他一脚 结果黑方泡进之后呀 工方就认了 因为这个棋没法纠缠了 到这人打着兵 不是说跳着江 随时呢 杀着你 你这个马还不能上 一上来跳一江把马吃了 这相当憋屈啊 本来有勺子 又没有公式 就认了 这盘棋啊 网听获胜